天呀,我们的钱包又要缩碎了 除了通胀让我们的钱包严重缩碎以外 还有什么能够让我们的钱包缩碎呢 其最后过手就是加州最大防险保险公司 StateFarm 最近又调整了加州的房产保险费 平均的涨幅近达到20% 大家好,我是第三世界陈森迪 因为拥有20多年投资和房产事业 进行了美国做的投资顾问和加州地产商 今天是第五就要提醒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StateFarm又删掉了房险费 这将会影响到加州超过190万的投保人 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一员呢 一些投保人保费上涨了一倍多 还有一些投保人的保费只上涨1%左右 各地区的涨幅差距大的像做了升降机 一些人在高处,而一些人在刚刚升起 例如,究竟三局面的保险费涨幅 与全州的平均20%相当 但是Banadino的某一地区的保费只上涨了将近2倍 其中火灾的高风险区域的房产的涨幅较大 在加州保险公司是基于过去20年 惨痛的历史损失数据做出了调费申请 保险公司在制定费率时呢 会考虑到破坏性的毁灭 烟火压或毁灭性的风暴 万一你的房产处于风暴危险区 某年的运气不太好 遭遇了几次风暴 那保险公司可就到了大梅了 可能赔得连底库都不剩 不过说到底 Steve Farm的防险对于火灾的高风险区的房产涨幅 如此之大也是迫不得已 这应该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大家 对未来购买房产位置的选择 也就是说未来你在买房时 也应该将防险考虑在内了 而找一个专业的团队帮你买房 卖房时 会将你帮你事半功倍 有效避根 知识就是力量 信息就是财富 点赞关注不迷路 狄传世界来带路 我是狄传世界的陈智莉 来加州找我